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到外婆家后面的小溪游玩 时隔多年 不知道那小溪变成什么样了 年初二来到外婆家拜年 就地重游来到小时候经常游玩的地方看一看 外婆家后面有一个小溪 在我小时候是没有这座小桥的 如今建起这座小桥 也方便了前村和后面村的居民通行 长大后再次回到这里看看 发现和以前小时候所看到的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这里的小溪很干净 很多小孩都喜欢在这里细水玩耍 如今已经看不到这一幕了 真的好喜欢这里 比起小时候 此时这里多了一份宁静 可以听见小溪川流的声音 后面村居住的多数是马来同胞 这里养了很多的羊 但都被绳子绑住脖子了 不能随意到处走动 不远处还有一间羊居住的地方 数不出来里面到底有多少只羊 里面的羊都被捐养起来了 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羊在你前面走动 那画面实在太疗愈了 其中有一只羊的脚被绳子捆到了 帮助它脱绳后 因为给它吃世上最美味的草 它吃草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 来一段它吃草的声音 捏叫的声音 其中一只羊从屋里逃了出来 看它逃出来之后 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跳起来吃羊桃 捆绑在旁边的羊有点坐不住了 感觉它也想吃 就捡了一个给它 它左闻闻又闻闻后就不吃了 那只逃出来的羊 吃了树上的羊桃后 继续偷吃它主人 暂时放上树上的草 它就好像吃自助餐的随意吃 天宫不作美 我们在喂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 我们玩的正起性就要离开了 希望下次再次来到这里时 还能看见这些羊群 我们下次见 拜拜